叫情之际,发布了一项黑科技,空气能发动机,它不用加油,不用加水,不用加氢,也不充电,只要装入压缩空气,就能让汽车跑起来,听起来真的厉害,简直就像是一个骗局,叫人有些不敢相信,毕竟之前奔驰公司就大张旗鼓地宣传过一个概念产品,号称只需要加一箱水,就能跑800公里的路程,但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,这款汽车依然没见到影子,还被人戳穿, 它的这套设想根本不切实际,看似是用水发动,实际上是用催化器代替了汽油而已,那么今天空气能发电机,到底是骗局还是有用的创新,本期视频就带大家认真探索一下,首先什么是空气能发动机,它指的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,然后通过气体膨胀实现功率输出的发动机,它的压缩过程是一个纯物理的过程,负责研发这个产品的徐水电团队曾表示, 和传统的汽油燃料动力做对比,空气能动力具有转化效率高,控制简单成本低等诸多优点,空气能发动机的工作原理听起来简单,整个发电机的构造就更简单了,整个发电机的重量只有20公斤,相当于传统发电机的十分之一, 说了,利于环保控制容易结构简单这么多优点,但既然作为汽车发电机使用,刚才那么多也只是锦上添花的东西,这东西好不好用,能不能用,还是要看它的本质工作做得如何, 据说这款空气能发电机可以实现无级变速,意思就是有了它,连变速箱都不需要了,在一定程度上,又给汽车减负了,有没有? 况且,稍微懂车的小伙伴都知道,汽车的发动机和变速箱,其实是整辆车最贵的配件之一,现在出一份钱就可以代替两个配件,岂不是又省了不少钱? 毕竟,对于多数车主来说,在保证车子性能的前提下,省钱是首位的,其实,环保汽车的理念出来已经很久了,如今,真的被广泛应用的似乎就只有电动汽车一种, 和电动汽车相比,空气能汽车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,那就是它在投入使用后,也不需要建设电池回收体系,不需要依赖昂贵的金属资源,听起来是百利而无遗憾, 如果这个理念真的能变成实物并且上下,那对于广大车主来说,肯定是更欢迎空气能汽车,毕竟比起电力,空气才是一种真正做到了无限且免费的环保资源, 它不但能实现零污染,还能一步到位,不需要考虑油钱或者电费,最重要的是,但凡普通人能自由出行的地方,一定是有空气的,还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,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福音了, 比起奔驰的水利汽车,从概念发布到产品上下,画了一个十年的大饼,徐水店团队表示他们是干实事的人,这款空气能发动机,目前已经实现了在乘用车安装使用了,也发现了一些空气能发电机的缺点, 比如,他必须要使用高压储存罐,一般小伙伴听到高压这两个字,想必已经是后备一梁,察觉到危险了,但这个问题研发团队也在努力克服中,如果高压储存罐不可代替, 那么就从它的材料上入手,降低它的危险性,所以虽然这个产品目前已经证明可行,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改进,非常期待研发团队克服问题,将这个黑科技完整呈现给大家的那天。